字幕製作者 李成露 字幕製作者 李成露 我是蓝色麥豆腐的海鞭 大家好 我是海洋博物製作者李成露 感謝剛剛沃克跟我們分享 潮境一整年的環境和汽地的一個介紹 剛剛前沃克有提到 在每年的冬末吞出的時候 在潮尖帶會看到的片綠油油的 那請沃克跟我們分享說 這個漆地跟環境到底是什麼 好 就像這張圖所看到的 其實每年的那個冬末春初的時候呢 你就會看到說潮尖帶好像被染上了一片綠色 這些綠色其實都是石唇這種綠藻所組成的一個環境 這個石唇通常都在這時間大量的繁衍 然後直到就是天氣開始越來越熱 然後進入到夏天後他們就會逐漸的凋亡 然後消失之後就會露出裸露的岩石 所以這算是一個季節限定的一個棲地環境 好 那我們在圖卡站有看到一隻非常大肥豬豬的生物 那它到底是什麼 它是染斑海兔 所以在這段期間石唇大量繁衍的時候 我們其實同時也會看到非常非常多的海兔 出現在我們的潮尖帶上 它大概也是潮尖帶最受人矚目的一個潮尖帶明星 你會看到說海兔他們會在石唇裡面移動來移動去 然後大口大口的吃著這些綠色的石唇 他們在吃著石唇的時候 有時候你們也會看到他們集體的纏在一起 進行很頻繁的交配 交配完後就會產下這些很像是那個 我們的那個藝麵一樣的這個軟團 這個軟團呢 就是他們 他們裡面有非常非常多的這個蛋 然後孵化出來之後就會形成浮游的這個海兔的幼體 那它看起來那麼的感覺蠻可口的啦 它的那個葉值的應該也是蠻多的喔 沒有錯 海兔呢它的主要天敵呢是一些大型的蟹類 尤其是一些像是 秋萌秋夫蟹這種大型的螃蟹 它可能就會攻擊它 因為你看一團肉看起來就很好吃的樣子 但是呢海兔它們也是有自己防衛的武器 它們會去從體內噴出那種具有化學防衛性的這種液體 如果是染斑海兔的話 就是白色的這種質液 如果是環岩海兔或是染斑海兔的話 就會是紫色的這個質液 它們這些紫色質液呢就有一些化學成分 它可以讓這個蝦蟹類的這種 這種甲殼類的掠食者暫時失去知覺 就有點那種搞不清楚現在什麼狀況 它就可以撐自己跑走 那我們在草原蛋有 會看到有些民眾會故意去摸它 讓它製造出剛剛的防衛機制 那其實這個行為應該理會 對啊這樣是不好 因為它被噴完之後呢 它就會要它休息 它才可以製作下一份的這種液體 如果你在這段期間呢 它如果再受到攻擊 它就沒有辦法去抵抗了 所以就是說到海邊的 就是很多生物其實盡量不要去用手去刺激它們 那我們在圖卡上其實還有除了這個海兔之外 還躲了很多小小的一些生物們 那可以請我跟我們分享一下這些生物 又是什麼 對啊在石純裡面其實可以常常看到那個海兔以外呢 其實呢在那個石純呢 它那個薄片狀的枣體裡面呢 其實有很多很多的小空隙 而這些空隙裡面其實會躲著非常非常多的小生物 像我們這個畫面上看到很多一隻一隻的這個小小的小小的 那看起來像蝦子的生物呢 牠們是屬於叫做藻溝蝦 有些人會叫牠扁跳蝦 牠們是屬於一種小型的端腳類的這個甲殼類 牠們會在這個磁唇啊或者是虎台的這些縫隙裡面 鑽來鑽去去吃這些藻蹄 或者是牠們腐敗掉後的一些殘渣有機碎屑 所以算是一個藻類的青稻夫 而我們另外呢看到這個黑黑的這個小小的這個生物呢 牠是一個叫做布氏葉塞海闊魚的一種小型的 然後蛇類海闊魚 牠呢其實算是一個非常常見 在春天非常常見的一種海闊魚 但是由於因為牠的體型非常非常的小 牠大概是綠豆般的那個大小 所以有時候呢 一堆人從牠的身邊走過去 根本就不會去注意到牠 但是牠其實在這個 綠藻繁盛時期是數量非常多的 所以呢我們要看到藻類的時候呢 盡量就是要蹲下來仔細的觀察 所以我們就可以找到這種非常獨特小小的這種海闊魚 好啊那最後一隻有看到一隻那個螃蟹啊 頭頭頂了一個綠綠的東西 這個是怎麼 牠叫做獨角單腳蟹 有些人會直接叫牠單腳蟹 牠在畫面上的左下方這邊 這裡有一群綠綠的 你可能會可能乍看之下會看不到牠 但是呢牠是牠就是用這個體色做為牠的保護色 牠可以吟生在這個石村裡面 單腳蟹呢牠的體色還蠻多變的 常常會隨著周遭的環境而改變 像住在石村裡的就是綠色 如果是住在河藻的話就會是黃河色 如果是住在紅藻的話就會是比較偏紅棕色的這個體色 然後呢牠除了可以用那種保護色 用體色改變呢來當作保護色之外 牠的鵝腳上面呢還有幾根刺 所以呢如果牠收集了會收集旁邊的這個藻類 牠就會把它裝造自己的這個鵝腳上面 這時候呢牠頭上就會像是一個小小的紅小小的那個藻類的花束一樣 牠就會頂著這個這個狀態呢 就很容易就躲在這個鵝堆裡面 就會跟周遭的環境同化 所以是一個非常有效的一個保護自己的方式 聽完之後石村躲的生物非常非常多啊 那我們在研究或者在觀察之後 有什麼要特別要注意到的地方嗎 因為石村主要大多數的正常環境 都是在我們的那個東北角的海石平台上面 所以呢一般人去到海石那個朝間帶海石平台環境的時候 其實再怎麼說都要注意一下這個安全 因為很多時候呢在藻類這種繁盛的時候呢 岩子上長的藻類後會非常的滑 如果在這個地方跌倒的話 常常會受到很嚴重的這個傷害 所以如果來這種環境呢最好就是 最好就是要這個踩著那種芳花鞋 或者是牽水用的腳鞋才能在上面去 我比較不容易滑到 另外呢在朝間帶上面活動的時候也最好就是 要踩穩腳步後再往前走踏一步 這樣子的話才會這樣跌倒啊 或者是那個受到擦傷的這個機率呢 降到最低 才能夠讓你讓在朝間帶活動的時候 達到自己大安全 那除了生物觀察我們 觀察之後的自身的安全之外 生物的安全也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其實上面躲了很多的生物 那我們在走路在行進的過程中 有什麼要特別注意的嗎 就像這段期間我們可以看到說 很多生物都住在這個藻類裡面 所以呢在你移動的時候 盡量不要去踩這個藻類很繁盛的地方 因為你有可能一踩就把他們的家園給毀了 所以盡量就是踩著有裸露的岩石 這樣子不但你可以減少花島的機會 也會比較不會去對當地的那些小生物造成的傷害 好那就謝謝沃克跟我們分享 第一個就是所謂的持存的環境 那再來的話沃克會帶我們去分享 更多在朝間帶所觀察到 可以觀察到的一個環境 那我們一起去吧